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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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说二哥是团气 二哥是大家在调侃台啊 我觉得其实没关系 因为我很喜欢和大家打成一片 因为我觉得轻松愉悦的团队氛围才能做出更好的事情 你拥有着用歌声打动人心的力量 我很喜欢听你在Vlog里对西湖区花王唱歌 好想你能一直有演唱的舞台 感谢你的祝福 我真的也希望自己能够拥有舞台拥有唱歌的机会 舞台其实很难有 但是我也会珍惜每一次舞台的机会 无论是在外面 在田地里 在任何地方 我觉得每一次舞台都是我应该去展现好的 所以我珍惜各式各样的舞台 我曾做过一个梦 我曾梦到自己只身坐在金色麦田 你们在聚光灯下在舞台上表演 你们在尽情挥洒汗水 在自己热爱的事物上发着光 不过梦醒后的我以为 这是自己对未来麦田音乐节充满希望的幻想 直到我写信这天的节目播出 我看到了你在那草台班子上 同张远一起唱《嘉宾》 坐在高脚灯上握着花图 背后的灯光给你镀上层金色边框 哇 写得好好 我没想到这画面竟比我梦境更美更容易 这也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之前也经常唱这种歌 但是没有想到我一天能够和 五六五相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然后去演唱这首歌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奇妙的事情 我本世间一颗微小浮沉 我们自然没有什么可以照应他人的可能 但是经过这张一日 你们陪伴共度的时光 多亏了你们 我这颗微小浮沉 也开始带上了点点光芒 我希望收到这份灵魂 也能被我这颗微小浮沉 点了一叉两个欢喜 哇 写得好好 其实人都是渺小的 但是我们只要能给看到你的人 你周围的朋友 你的家人 带去那么一点光亮 我的一个初衷就是 我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大家看到录主这个人 我觉得是好笑好玩快乐 那我觉得足够了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画 哦 这个也太棒了吧 我好喜欢这样画 感谢这位朋友 让我们一起发光发亮吧 哈喽 合伙们大家好 哇塞 又收到了这么多 大家的来信 真的好感动啊 那么第一封 哦 这个明星片好好看呀 这个上面写着 生命是种律动 虚有光有影 有左有右 有情有语 滋味就含在这儿 变而不猛的曲折里 小童一定要做自己 祝你也祝我 哇 这句话非常有深度 很喜欢 就像我之前很喜欢的句话 就说 雷霆雨露俱是天 所以生活中 大家经历的 不管是好是坏 我觉得 都是我们成长路上 宝贵的财富 感谢这位朋友 我看一下里面的信 哎呀 这信封就好好看 起信安 亲爱的小童 见信如物 很高兴可以有机会 以我最喜欢的写信方式 给你写信 希望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这一刻你是开心的 非常开心 很多人 会认为你很拒 但我认为你不是 你是一个很有自己 主见和想法的人 你会对自己想要的事 有明晰的规划 你敢于追求自己热爱的事 会不断构思拍摄致敬系列 会跑20公里去西湖 会披自己的表情包 你拥有很多我很渴望 但因各种原因而无法尝试的勇敢 你是一个热烈深情勇敢美好的小王子 我希望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可以继续这个鲜活的自己 勇敢去尝试 哎呦写的真好 我相信你可以跨越 荆棘绽绽放灿烂 亲爱的小童 祝你万事生意 哇 为啥很感触啊 就是确实很喜欢说的这些话 然后也很开心 嗯 做的很多视频也好 或者做的一些事 能帮助大家 带来快乐也好 或者是带来一些美好的意义 嗯 感谢这位朋友 这封信我会好好留住的 这个 这是第二方 2 赵小童 小童你好啊 真心有一种感觉 如果我变成被选的少年 去参加节目 那我大概就是你 或者是很接近你现在的样子 当然是内在的部分 我也有很多不愿意轻易 向外人展示的部分 但是愿意为内心认可的人 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有自己交往的安全距离 也对自己的某些方面 有小小的骄傲与坚持 所以我才觉得 在你身上看到了很多的自己 虽然大家都说你倦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 自我坚持的要求 还有你无数点亮的技能 是我这种手残档 一辈子难以企及的 想对你说 现在的小童真棒 我觉得其实你并不知道 或者在意被展示了多少 被发现了多少 被了解了多少 只能说懂的人会懂你 在你所有出现的时间和空间里面 哪怕是有隔着电子屏幕 我也称之为在国共情 小王子是童话 但谁说童话 一定不能变成现实 人会分别 玫瑰会凋零 但是人会有重逢 玫瑰会有新的花析 希望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 你有更加坚定的心 有更快乐的心情 有更满足的喜悦 更伟大的前程 期待未来更加闪亮的小童 加油 《晚上》写得真的非常好 我终于也明白了 为啥说如果来这个节目 你会也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人 我感觉真的有一种 灵魂交互的感觉 确实做了一些事 或者是一些心态 这位朋友都非常能理解我 里面也说到 有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手残档 我觉得不至于啊 你们都写出 这么优美的文字 这么漂亮的字 我觉得 如果想干什么 极可以去干 各位合伙人 跟我们接的信 我们都一一读完了 很感谢大家的心意 最后也欢迎大家 继续向我们的合伙人 信箱寄信 我们每一个人收到了以后 真的都会去认真的去阅读 然后把他们珍藏在我们的身边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